小选手们和SBL职业球员来场三对三斗牛赛 他们暂时过人不为常人防守 截球 琥珀重围 上篮得分 小女生的表现也很有大象之风 能和偶像一块打球兴奋表情全写在脸上 青植县关系复光国中位置较偏远资源较缺乏 这里有许多孩子喜欢打篮球却不一定能如愿 透过学校向球团争取 SBL经久球队马上带着10颗专业等级篮球 和24套练习服送到孩子手上 鼓励打篮球为他们一元篮球梦 谢谢这些大哥哥们能给我们篮球 还有球衣 让我们可以安心打篮球 我希望他们可以教我一些篮球的技巧 想要在台湾打直篮 去年荣获年度MVP小前锋张荣轩 和曾拍过偶像剧的帅气后卫高天玲 也一起分享一路走来在篮球路上的甘苦谈 勉励对篮球有兴趣的后生晚辈 我从小也是在这种环境长大 我觉得他们非常需要得到正确的观念 跟一些很非常耐用的器材啊 篮球之类的 然后灌输他们正确的观念 让他们能够更安心的成长 最重要的像荣轩讲的就是热情跟心态 就是你心态对了 你有热情 你做什么事都会全力引赴 就遇到什么挫折 你都不会被打翻 球现场见证 金九公司的爱心颁发感谢状 不仅如此 金九球队总教练黄宝刺 也宣布将带着SBL丰富资历 到竹东东泰高中担任客座教练 带领球队唱下更亮丽成绩单 获得邱县长重视 并颁给他荣誉献名 很荣幸的县长颁给我们荣誉献名这个奖章 然后我们最希望 最后东泰高中能达到全国八强 县府积极推动县内各项运动发展 从基层扎根锻炼孩子强健体魄